哈喽 欢迎来到BeeBeeBee 今天我们就在海上 Hello Hi 你怎么这么可爱啊 欢迎来到BeeBeeBee 我是Ariel BeeBee 我是WingWingWing Hi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收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呢 希望你继续关注我们的视频 希望你们继续点赞 关注订阅我们的频道 对 好那这一集的主题是 SUP SUP 对 What is SUP? SUP Stand up paddle boarding 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我们九月份的时候 给我们自己set up 了一个小小的little gold is to try out all the SUP places in bay area 没错 那我们辗转去了Santa Cruz Half Moon Bay 还有Saw Saw Little 三个地方做SUP 就是站立式花角 那英文也是stand up paddle boarding 好那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在这三个地方的一些感受吧 我们在这三个地方的一些感受吧 Santa Cruz 就是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 The place you went to is called Sub Shack 我们是其实去那里有时候零经验 然后但是staff都很nice they're willing to spend time to teach you how to like 讲解一下 and then make sure you're offer the good feed 嗯 but the owner she was like 可能他那些心情不好吧 可能吧 但他竟然要收10块钱 如果我们想让他稍微告诉一下我们怎么划 但他就说那你要交10块钱 一人10块钱 他都一直说 you guys should shine for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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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ically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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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the staff are really nice 真的我们当时是完全零基础 所以那次其实蛮紧张蛮兴奋的 对 因为第一次成功从那个board上面站起来的那个瞬间 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虽然我讲实话 我觉得Santa Cruz那一块的水域没有很干净 然后滑道也非常狭窄 对就是stay在那个harbor里 它可以有两面的 里面是去海那边 那初学者就是不建议的 里面就是stay within the harbor 就是那些船啊什么的 不过第一次来说是蛮好的 对啊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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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是在第二个地方的 是 而在一个处理地 他去天由牢 其实看着他们的温暖不喜欢的水 但我会让他们做这个挑战 出带你自带的地方 他们可以做的 你就是猫猫 这是你的第一次带鸭鸭 这是我的第三次 但鸭鸭 我感到很严重 如果鸭鸭的地方会发现 我会觉得我会跳过 今天我感到很开心 今天我们的韩国鸭鸭鸭 然后也会教你 然后小哥哥也很帅 那边差不多都是surfer voice 对 然后我整个在Half Moon Bay 滑的还是蛮开心的 而且是自己第二次滑 所以就更舒服 然后还可以听到 磁器笔伏的那个 seals的那个叫声 那边wild life的很多 你可以看到那些 piligan从天上 俯冲到海里面 然后捕鱼 真的很有意思 而且超多的wild life 在海岸边 你就觉得 就是比Santa Cruz要整个 要高一个高一个 然后那边最好的是 你可以带狗狗去 那我们就带了我的两只狗 Bobo跟Cruel 这一次第一次 他们算是第一次撒海 OK Thank you 我们一起拍照 然后那边的staff也很nice的 帮他们穿上那个狗狗的 超可爱 什么的等等 Cruel还竟然 大胆到自己站起来 要跳下水 因为他看到 海里面可能有鱼啊 什么的 就是突然好奇心发作 跳下去 我们还要 还要还在圆群中 还会把他撩起来 什么的 Cr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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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我们去的地方 就是 Sosalito 那个店叫做C Track 然后那边的staff啊 整个organize 都非常的well 然后那些staff也很nice的 所以今天是我们 SUP的第三次 我们现在在Sosalito的C Track 风和日丽 Eyee Cruel Cruel 那边的一切都很干净 是最干净的一个海域 也是非常干净的那个board啊 包括paddle啊 都超级干净的 我自己还是蛮喜欢的 而且也超级推荐大家可以带上一些啤酒 饮料 然后在那边默默的享受一下夕阳 然后那边最重要的就是它有floating house的community 然后我们那天去的时候超级幸运 刚好赶上一个live music concert 然后那边就是围着一个floating house 然后live music就在他们面前这样子喝着啤酒 吃小吃这样子对啊 然后我们当时滑过去的时候就觉得太爽了 就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带上啤酒啊冰饮啊 不然真的可以好好地享受一场水上的那种 现场音乐会的感受 真的是就是那种你知道在水上的现场音乐会 你可以随时把脚就可以放到水里面 然后就这样愉快地扑腾起一些浪花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paddleboard party这种感觉 然后对现在 这个MAD的姐妹团 豆花Mindy Oh my god 哇超chill Oh my god 真的在Soto乐这边好酷哦 而且就是这四周都是floating houses 然后五颜六袖的超酷 然后现在因为是过了下午5点钟 所以他们有一个live music正在进行 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些小的船啊 然后还有很多大部分是这个paddle的那个kayak啊等等 就聚集在这边 哦非常酷 哦好爽 而且Soto乐的海真的一点风都没有 风平浪静 就是感觉就完全可以躺在这个板子上面晒太阳 真的是太酷了 超酷的 OK OK好我们现在要enjoy music了 为什么没有带一罐啤酒 哦 非常美妙美好 而且Sauce Little这个地方是风平浪静 真的没有什么含风的 因为它风被其实还是蛮冷的 有点点风 对对对 然后Sauce Little就非常风平浪静 今天蛮月的 而且我们就快中暑了 对那个夕阳西夏的时候 人生就是直了 我跟你说就是直了 在那边你就看着夕阳喝一口啤酒 然后再把脚和手在雪里布登两下 然后就觉得哇太爽了 真的我觉得那个SUP最爽的 就是你不仅可以站还可以躺下 当你已经感到舒服的时候 你就可以随意的更换姿势 然后Sauce Little其实它那个Pathway是有两边的 When you leave the harbor When you turn left You can go to the floating house community and stuff You turn right 就是去那个金门大桥那边 那天我们没有被建议去金门大桥那边 因为风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去了Floating house 然后就有意外的惊喜 对 然后那边你距离SUP更近 Oh my god 那边SUP完全不怕人呢 真的 就是我跟这边有吵的距离 然后我们有一个朋友豆豆 还撞上那个SU 然后SU大哥就这样子看着他说有事吗 对啊 SU就说 嗯 然后豆豆就说 Help me Help me back off Please 真的超搞笑的 我记录下来了那个经典的场景哦 这个历史性的记录一下 天呐你跟这 你离他太近了 Oh my god 你往后滑 你往后滑 清 你往 你把那个跑到你左边 豆豆你把杆子放到你左边 然后从后往前滑 对对对对对 你怎么这么可爱啊 好那现在我们说了以上三个地点 你最喜欢的一个SUP的地点是什么 我最喜欢Sausalito说实话 我也是 因为那边水很干净而且很安静的环境下 但是我真的不建议初学就去了 因为你是你要滑到floatinghouse的那个地方 你差不多要滑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当时还是滑的蛮辛苦的 嗯嗯 然后回来的时候蛮辛苦的 对对 已经累了到 对 但是还是蛮值得的 而且景色最漂亮 真的是海阔天空 天蓝水车太美了 哦然后第二个就是Half Moon Bay吧 对我也是排名第二Half Moon Bay 对 然后最后面可能就是Sanacruz 不过可能下次去或者有朋友去Sanacruz那边滑出海的话 会有不一样的 可能滑到它那个lighthouse旁边 对 可能会好一点对 我们当时也是因为零经验嘛 新手对 嗯 哇 哇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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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SUP的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来得及尝试这项运动呢 希望你在明年夏天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如果已经尝试过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给我们分享你们的经验和有趣的故事 或者你们有什么SUP的地点可以推荐给我们去尝试的话 对 记得留言 没错 我们真的很喜欢SUP这项运动 对 超美的 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预告我们就会去Lake Power 是的 如果你们期待我们下期去Lake Power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我们的BBBang 记得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期的分享咯 好 我们下期Lake Power见 耶 拜拜